她被称为日本潘金莲 是小镇上最漂亮的女人 她叫林叶佳戴 然而这么漂亮的女人结局却很凄惨 佳戴嫁给丈夫当天 丈夫就入伍当兵了 不久后丈夫在战场上身负重伤 从此下身瘫痪 两人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 这也让丈夫变得性格乖丽 一见到别的男人出现在自家周围 就怀疑妻子行为不检点到处勾三搭四 并对无辜的佳戴拳脚相加 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恨 而这一幕 正巧被年轻的警察乔本瞧见 瞬间被佳戴的美貌征服 趁着丈夫不在 乔本向他表露了爱慕 并在半推半就之下占有了他 这天佳戴和乔本在野外约会 不料被丈夫撞见 气急的丈夫直接到警局举报乔本 回家后还变本加厉地抱担佳戴 失去职位的乔本为了报复佳戴丈夫 就给了佳戴一包毒药 暗示他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丈夫 这样两人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听信乔本谗言的佳戴 将毒下在水里 不止如此 佳戴还出钱供乔本去东京上大学 暑假时佳戴在车站等乔本回来 没想到 乔本却带回来一个女人 这是他在东京新郊的女友姓子 并谎称佳戴是自己的姐姐 回到家后 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对佳戴说 虽然自己喜欢佳戴 但无法接受姐弟恋 和姓子在一起只是为了平衡心灵 希望佳戴不要介意 和他继续保持亲人关系 而这也被楼上的姓子听见 佳戴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 坚决要赶走乔本 乔本却以佳戴递杀丈夫仪式作妖协 无奈之下佳戴只好同意 而姓子看清了乔本渣男的本质 也离开了乔本 佳戴和姓子同病相连 于是两人互认姐妹 离开这座小镇 一起在另一个地方生活 佳戴仍旧靠着制度为生 年轻貌美的姓子则是当起了异己 两人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 但不久后 平静的生活被一个男人打过 男人自称佳戴前夫好友老婆 是个警察 他怀疑佳戴前夫的死令有隐气 佳戴努力装作无辜 老王没从佳戴打听到什么就离开了 晚上佳戴和姓子泡温泉 没想到姓子发现 有个男人在浴池附近晃了